封建的这种统治 然后你最近又决定再去四川 你会不会预料到这次去的一个 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会出什么意外的状况 因为你这次要去立案 又要跟空间法打交道 我觉得一个维权的人 他是或者一个上访的人 他完全是体系的一个牺牲品 因为你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理想 我被别人伤害了 我必须尊重法律的前提下 我必须去立个案 对不对 我要报一下警 然后你发现 这个系统是不支持你的 他们认为 你被打了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不承认 谁见到了 那么这样呢 你就必须用你的人性 你的所有的尊严 和你对世界的理解 来和这么一个简单的荒谬的结论来对策 就是说 我要么接受你的语言 那么就得放弃我所有对世界的理解 那么要不然呢 我还得为我的这个坚持呢 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么很对我来说 很难选择这个前者 我只能说 这个事发生了 我把它完成 这是一个程序的一个 我应该尽到一个责任 你如果连被打了 你都不去找他们 那不是被人笑话死了 是不是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那个判断也是很自然的 就是认为这样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他们已经给你们回复了 对吧 这个是从最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的 这是大多数人放弃的 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 你跟这个社会都是不会有结果 我也会经常这样想 哎呀没有结果的 但是没有结果 我也得斗啊 因为这个事 我的生活 我在这里 然后我的生活就是这些内容 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内容了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不维护 你最基本的生命 所赋予你的权利的时候 那你还需要什么呢 你觉得那个门口 那个善良不是对于这个院了 是啊 一边一个 那边一个 这边一个两个 是几页那么暗的 哦 是 我到 是我在 等我做手术的时候 有没有人解释这个 其实也不需要解释 我问过他们 我说 你们为什么要查我的账啊 他们当时很吃惊 我都知道这些事 但是 这是我们的常规做法 就是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通常就是去查账 因为查了我账的时候 实际上我当时立刻出了国 所有人都认为 我不应该再回国了 说老师 你回去 必然有危险 你想 连公安部都来查你的账 调你的账 我说 那就让危险先发生吧 我说这个事情 没有发生的危险 永远不是危险 所以说 还是回来了 我觉得他们应该能看得到 我觉得你在和任何人打交道的时候 包括 通常网所说的你的敌人 或者什么人打交道的时候 实际上你也是在告诉别人 你的行为方式 你不能够做一些让别人瞧不起的事情 我觉得 对不对 我说的很简单 我觉得我在最后一篇博客里说的很简单 就是你一次就说你不要太低估了我 你觉得他低估了你哪一边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自己 都把自己看成一个并不能够真正去为他人的痛苦 或者生命本身的尊严来说话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价值不理解 对我来说我没这个问题 他们说怎么爱慰慰在这片子里那么正常 因为他们觉得你在那个推特上是另外一种 就是脏话 然后发毛发镖 我可能有很多面 我想啊 我觉得我搞艺术的时候 我搞建筑那都不一样了 我做建筑的时候建筑师说 你比我们做建筑的人还懂建筑还有严谨 那我做艺术的时候又还有很多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针对不同的这个受众吧 我觉得你的表达方式 我是比较看重的表达方式的 这次512两周年您工作室有没有什么自选动作 我们通常 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 因为我们手上的活已经非常多 要把它做完做实在细节做好 然后呢 需要投入的量很大 因为几部纪录片 那个老妈提花 后来有没有找你 没有人会找我的 这个社会没有人会找我 通常人说有没有人找你 或者是有没有人谈谈你怎么办 我说他们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我彻底灭掉 讲理他讲过我 对不对 从哪一点他们能跟我谈道理呢 我又不是一个能被说服的人 我都不想要你 不用我了 我搁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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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边 我搁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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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亮就听见 大自然的回响 看着你像个孩子 在草原打转 第一道晨光 就是你我的早餐 用着你游览 擅长都市的风波 世上匆忙分 都是金光 因为有你世界再没有污染 天地为何那样慌张 任性为何这样商量 因为有你陪我建设 这心灵的无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